我是为家乡发展操碎了心的赵教授 我是为家乡发展毛厚了嘴的冯教授 我们山东的大一哥朱志文的儿媳妇又直播带货了 这是继前段时间开启的直播带货首秀之后的第二场 直播间里的人气依旧是风风火火 可大一哥的儿子儿媳妇的状态依然被网友吐槽是恍恍惚惚 依然有好多网友在吐槽大一哥儿媳妇带货不专业 因为卖的是羽绒服由主播试穿环节 更又甚至吐槽起了大一哥儿媳妇乡土气息太浓厚 这就有点过分了 怎么还人身攻击了呢 两位教授觉得吧大可不必 之前两位教授就说过 大一哥的儿媳妇陈亚男的几百万粉丝 虽然是借着公共的人气坐起来的 可进水楼台先得月谁也不能说啥 再加上我们大山东在网红气质这一块一直拿捏的不好 两位教授其实是很乐见其成的 是的我们大山东在网红这一块 缺一个领途的羊领路的人 提起四川大家就能想到李子柒 李子柒帮四川人 不对确确的说是帮中国人 树立了文化资讯影响中国传播海外 提山东呢 你目前只有两位教授 你要点脸吗 两位教授宣传的是地域文化 李子柒传播的是中国文化 咱们同中一脉嘛 你这家伙让你催的是吧 都敢比肩李子柒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有两千万粉丝呢 既然提到了李子柒 咱还是拿李子柒说事 在李子柒刚拍摄自媒体短视频的时候 他周围的好多人都曾对他冷眼旁观 大家都理解他 说好好的姑娘 啥粗活累活都干 为啥不当老师 为啥不当医生 将来你怎么嫁人 李子柒被国家级媒体曝光出名后 大家对他的态度彻底扭转了 桃花开了 他能做桃花酒 酸枣熟了 他能做酸枣糕 他还会做鼠绣花衣 会做纸墨笔 是的他会造纸 蔡莲这活他也会干 一切的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学习 慢慢的大家还了解了他的身世 生活不易 全靠个人努力 在拍节目过程中 构图不好 重拍 头发乱了 重拍 衣服起褶子了 重拍 为了做一碗拉面 他特意到甘肃面馆 拜师学艺 通过一项又一项学习 练就了十项全能 他用自己的双手 靠勤劳创造财富 李子柒成了全国头号网红 成了年轻人创业的榜样 浑身上下都是正能量 咱再说回大一哥的儿媳妇陈雅南 毕竟才刚刚接触直播 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现在有点嘈杂的声音 无所谓 你得成长 你得学习 你得用点的智慧 让自己变得更专业 大家没见过 谁现在当面说微啊 李佳琪的不是吧 因为敬业所以专业 因为专业所以卓越 网红啊 是一种新的称呼 更是一份正经职业 但网红呢 不是投机取巧 都是靠劳动致富 就跟两位教授一样 你精彩的节目背后 那都是默默的耕耳 当然了 两位教授相信 大一哥的儿媳妇 能做得更好 希望他能走日成为 我们山东直播带货领域的 一面旗帜 两位教授的祝福 是真心的 发自肺腑的 我是为家庆发展 操作为了新的赵教授 我是为家庆发展 毛发的嘴巴冯教授 是 词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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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随 "- 随